哈喽大家好,我是罗文老师 又来到我们罗文新鲜事的时间 这个系列会挑选当周发生的热门事件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 陆委员会提醒去中国要小心 大陆委员会于8月16日 在脸书粉专贴出一篇标题 提醒国人前往中国大陆要小心 切勿轻易涉嫌的贴文 内文表示 对于中共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 拘禁在路的台湾同胞 我们坚决反对并表达严正抗议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要前往中国大陆 应了解专制政体体制 对人身自由跟安全保障不足的高度风险 切勿轻易涉嫌 并且附上一张 带有浓厚警告意味的红底说明书 吸引许多网友纷纷按赞支持 然而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 柬埔寨问题先管管 我就问这么危险 何时ECFA公投 都要下台了 陆委员会立马帮帮忙 没办法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就别搞事了 何必再制造紧张刺激的言论 加助敌对的效度呢 随着近期两岸局势的不断升温 双方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对于这样的局面 你觉得后续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正妹招报 被卖内幕 全市装可怜 前阵子才因从柬埔寨被救回来 而上新闻的国立大选女生 被人爆料 原本是做酒店 因想转包养才被骗到柬埔寨 后来由大陆网红营救成功 事后却没有任何感激之意 还处处抹黑帮助他的人 D卡在14日出现一篇贴文 讨拍装可怜 揭发被卖柬埔寨女内幕 称该为女大生疑似有说谎骗人 表示对方原本是去菲律宾做酒店 是想转包养才被骗 导致被卖到柬埔寨 被救回来后 女子就曝光自己的遭遇 没想到是想上新闻营造人设 还想用她的遭遇借钱 最后被发现端倪 原波指出对方不老实的编出故事 说自己是高学历等等 包装的很可怜 但其实对方只有高职毕业 16日D卡又出现了一篇爆料 这次直接指明道姓 柬埔寨皮皮 忘恩负义黑救援团队白眼狼 原波表示 对方为了自己想红 不但一直造谣抹黑重伤 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还一直公开在柬埔寨救援的个资 让他们饱受危险 首先文章反驳好几项皮皮 在节目上做的指控 首先是救援的中国人 逼他唱中国国歌 事实上人家只是当天请你吃饭 加上他是退役军人 很开心的唱自己国家的歌曲 何为逼迫你一种思想呢 我看影片你很快乐啊 哪里像被逼迫唱中国的国歌 女方似乎还在救援群组挑衅 说人家国家很乱 在演变自己台独引发政治色彩 此外皮皮还爆出要求三文事件 说人家乱发你灵病的资料 但事实上所有的文章都没有说你灵病 你是被害妄想症吗 所有的文章都是你同意才发的 只因为现在要人三文 架设人设就开始黑人家救援队 而他提供的被性侵行事例 也被抓包破绽 说自己被性侵数次 跟你自己做的资料 十次被性侵 不符合逻辑 女方还曾直接和救援团队要钱 再来说你需要钱 被救援三天后 跑去跟人家说 要金边作业场 因为没钱你情绪勒索 说要路边乱找 让救援队压力很大 事实上人家包机票 包食宿 包吃用 话题一出呢 在D卡直接炸开 怎么会刚被救出来 就想去金边酒店上班啊 不要命了是不是 感觉蛮心寒的 做人还是要有最基本的感恩的心 救命之恩就算不报答 起码也不要忘恩负义吧 救援外交部受阻 Bump正式宣战政府 YouTuber好棒棒 最早提报柬埔寨人蛇诈骗事件 更被相名誉为吹哨者 Bump曾在5月时发片 提到年初去杜拜营救时 曾求助我国外交部 驻杜拜的办事处却受阻 16日外交部呢 却发出声明称 切勿以而传而 避免误导国人 让他无奈宣布停更诈骗解码系列影片 更在17日晚 与个人IG宣布正式与政府宣战 Bump在个人IG发现实动态解释 请各位不要担心太多 我一定得先停更诈骗解码 并不是什么心灰硬能 我的心从来没有期待过政府 因此并不会对他们心事 只是现在有更严重的问题 政府的无能推脱谎言 我们必须先处理掉 否则无论我怎么解码诈骗 都对社会毫无帮助 我停更并不是气到被打倒 Bump宣告 而是我要从现在开始狂操他们 直到他们认错改进为止 他也提到自己为了让政府好好做事 希望未来可以一起救援反诈 隐藏了许多真相 也拒绝上节目 就是不想给政府难堪 如今Bump也不再打算忍受 真实受困数据 办事处的实际配合情况 我都会全部公开 如果他们不被拆穿都不会改 那我们就拆穿 如果他们拆穿了还死性不改 那我们就罢免 如果这个体制有问题 我就破坏他 对于外交部这样的态度 有不少网友也为Bump感到生气 那么你对外交部这样的处理方式 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 柬埔寨活摘器官是台湾医师教的 柬埔寨诈骗集团活摘器官事件引发热议 法医高大层透露 曾有患者收了百万元定金麦胜 结果全身器官都被摘光 一去不回 更只听闻曾有台湾医师去协助进行 摘除器官手术 每次手术收费一百万元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高大层指出 一个人全身器官大概可以卖到两千四百万元 过去有一名患者疑似因为欠赌债 得知肾脏可以卖到两百五十万元 他想卖一颗肾脏不会死 便以两百万出售 他在收了一百万定金后 便飞去中国进行手术 结果他一去不回 因为把他全部的器官都摘掉了 麻醉下去之后 怎么可能只摘你一颗肾脏 高大层也指出 中国柬埔寨等地活摘器官的手术 疑似是台湾或其他医学较为进步的 国家的医师去进行教学 他过去就听说 有台湾医师专门去做活摘器官移植手术 看一个手术一百万 所以我们医师也有一些垃圾 他认为这个太好赚 买卖问题绝对不会中止 对于这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觉得台湾有医师曾经参与其中呢 赶快跟大家说说你的看法哦 比骗到柬埔寨还惨 千人活摘器官抛尸 近日台人呢 被高薪诱骗到柬埔寨的案件层出不穷 引起社会关注 然而其实最恐怖的不是柬埔寨 而是旁边的缅甸 据悉缅甸有一处KK园区 号称东南亚转卖最终站 传出联合国六国准备秘密出手围剿 导致集团开始抛售主宰 若没人赎回就会被带到船上 直接用刑活摘器官 再直接将尸体抛入公海 据消息指出 KK园区会把受害者压到船上 直接进行强摘器官手术 之后再把尸体丢入公海 毁尸灭基 该首国际救援组织成员表示 这个KK园区大有来头 内部约一万人 租载月有上千人 虽然不是最大 但是却是最残暴 且该园区本身就有建立器官贩卖的庞大管道 若是一个人没价值 就会被送去活摘器官 加上该住室缅甸叛军属地 连缅甸政府都压不了 艺人艾成最柔身亡 马来西亚华裔艺人艾成今早被传出 最容易意外 地点位于卢州捷运站的贡购宅 而艾成最弱的地点 就在便利超商旁的无障碍波道旁 直级的超商店员心有余悸 频频抓手显得格外紧张 店员回忆大概是在10点左右掉下来的 当时碰的医生到外查看时 艾成已经打握血迫之中 当场死亡 记者现场直级无障碍波道上留下大片血汁 与些许遗孩 警方也火速抵达现场 用了帐篷将艾成的大体暂时安置 且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据了解艾成因为经营的餐厅陆续收摊 精神状况就已经不太好 无法和人对话 当天早上同教会的朋友得知其老婆王童得工作无法陪伴 两名教友就主动前来 在王童家的楼下和王童拿了钥匙 等到王童离开后 两名教友进入王童家 当时艾成开门后就躲到家中的角落 状况不太好 两名教友也不敢入内 只敢在门口外用语言安抚 结果不到一分钟 艾成就突然往房间冲 两名教友看到也绵盲的跟着跑进去 但是到了房间的时候 艾成已跳下楼 艾成过去其实曾经背负债务 面对媒体他曾经透露 收掉餐厅西门店 产赔500万 期间艾成也因为压力太大 一度血压飙到180 心跳高达120 对于这起娱乐界的憾事 你有什么想法呢? 你对艾成的印象是什么呢? 赶快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 NCC公布中介法 PTT恐被关在 NCC日前公布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网路论坛PTT表示 草案要求的特别义务 应该适用在大型商业平台 如果用在PTT根本做不到 若被纳委指定线上平台服务提供者 跟命令我们观战相去不远 PTT实业坊法务部顾问指出 PTT很关注是否会被纳管 草案看起来是针对公司法人 商业服务应该是基本条件 但是部分条文写到 要在我国设有商业据点 另一项写 跟我国有实质关系 PTT作为非营利组织 到底是否会被纳管 目前看来并不清楚 顾问表示 网路世界什么人都有 PTT就是要保障言论自由 但想要善尽社会责任的想法 却也被法令限制 第27条 对于使用者反复提供明显违法内容 规定平台应该处理 但是平台对于使用者的处理程序 却被写死 平台要先给警告 若没改善才能定合理期间暂停服务 此外 草案还要求业者接获卷举后 移除假讯息或移试违法讯息 否则最高可处500万元的罚还 但是面对难以判断真伪的讯息 例如论文门或对于选举讨论等正反意见 业者恐被迫一律删除以求免责 因此也忧心将冲击言论自由 对于这次NCC公布的中介法草案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认为这会进一步限制我们在网路上的言论自由吗 那么以上就是本周帮各位挑选的热门事件 对于这些事件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或想要补充的内容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哦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热门新闻 也欢迎追踪我的脸书粉专还有IG 我每天都会在上面分享最新的热门议题哦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罗文好公民频道已经开启加入会员功能哦 只要加入会员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会员专属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点击影片下方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会员功能 就会看到许多的专属会员的功能介绍哦 制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